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由邦港出声HKG部特别呈献选委三分钟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选委界别候选人是15号冯伟光 第一个环节由主持人用一分钟介绍候选人的个人简介 立法会选委会界别15号候选人冯伟光 曾经是民主党的创党师傅 曾两度出任他议员 又是梁振英政府的新闻统筹专员 退任后又在不同的平台发表文章 其中有数篇文章是批评AO制度 曾指出AO是香港最大的反中政党 暗地里去中国化 冯伟光又曾提出当务之急就是整顿AO党 可以说冯伟光是51位候选人中 比较关注AO改革的一位 冯伟光亦承诺当选后 会以全职议员身份全心投入立法会 第二个环节就是请15号候选人冯伟光 用两分钟的时间去简述他的个人正纲 我的竞选口号是人生意义在圆梦 既然成功当选我会以全职议员身份 帮香港人圆全面通关梦至业梦 第一是全面对接全面通关 我以今年8至10月在青海、新疆和西藏 自驾2万公里的经历证明 内地的健康码和行程卡 是能够平衡防疫和自由辞证的需要 我每一天早上爬上车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晚会睡哪里 内地相关部门也没有兴趣追踪我 除非我不幸掩疫 否则根本不会有人理会我究竟去哪里 这和香港八达通和街上的天眼 都可以记录香港人的行蹤一样 只要没有罪恶发生 根本不会有人有兴趣冒回港人的行蹤 第二是一切的梦想最能够落实 这就关系到AO政务主任 但他们很多都抗拒和内地通关 在通关的问题上设置障碍 因此必须整顿这个团队 令他们效忠国家有大局观和国家观 例如必须在升职之前到青海、新疆或西藏 挂职至少半年 实践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壮的战略方针 第三是在郊野公园边随起屋 英国人将香港40%的土地 画为交野公园 令可以发展的土地大减 我认为这是英国人的陷阱 而AO又奉英国人为正索 坚持不肯碰交野公园 令香港年轻人 没办法用6000元一尺买到楼 所以必须整顿香港的AO 第三个环节是候选人用一分钟时间回答指定问题 冯伟光,如果你有幸进入议会 你会为议会带来什么新气象呢? 假如有幸进入议会 我会以全职议员身份全力整顿AO 具体做法包括 一、修改公务员罪用委员会条例 容许立法会议员出任成员 以便监察AO 落实AO向议会负责 二、在议会里通过动议 要求公务员事务局修改公务员首则里面 政策局长是没有该局的 人事权和财权的尴尬局面 更要求修改首则里面 副局长没有正式指挥和考核 他挥下公务员的权力条文 总之 局长、副局和正座 和AO和一众公务员之间 是上下级关系 AO必须百分百效忠局长、副局和正座 而不像今天处选制找局长工作 视香港的管治权为他们私有产权 多谢15号候选人冯伟光 希望各位香港市民和选委能够更清楚 15号候选人冯伟光的从政之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